如果要说中国古代有哪些著名的诗人,相信大家肯定能毫不费劲地说出一大堆,甚至还有的人们,还可以对他们的代表作张口就来,轻轻松松就能说出十手八手的。 但是如果告诉你,有这么一位著名的诗人,享年八十多岁,却满打满算,只有两首作品存世,竟也天下扬名,你相信吗? 其实,这可是真的,这位诗人的名字叫张若虚,是一个唐朝人,他写的这部作品分别是《春江花月夜和戴达归梦还》。 张若虚虚虽然是一个唐朝人,可在唐朝时期,他是岌岌无名的一个小诗人,一直到了明朝,人们无意间发现了《春江花月夜》,对此赞叹不已,这才是张若虚登上了神坛,被圣赞至今。